又是來到慈善1點通 第三節的時間 Isa 我們繼續講回精神健康 怎樣關注 其實身體上是不是有些症狀出現呢 是要我們去意覺 我們精神上都需要給多一點力去關注自己 有沒有一些這樣的症狀呢 其實我未必只是講身體方面的症狀 可以呀 因為一些我們常見的都市情緒質病 例如是抑鬱、焦慮等等 其實它都有一些常見的症狀是些什麼 如果抑鬱的話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就是講 大家知道可能情緒低落不開心 會是一種症狀 但是也不只是說情緒低落 有些人抑鬱的時候 情緒會很緊張很焦慮 就是經常都很害怕 有些會覺得很容易悶症 這個是情緒方面 另外就是在身體方面 其實事實上 因為抑鬱的焦慮 剛剛提到 是有生理上的因素在裡面的 所以其實它們都會導致 是有些身體方面的症狀 是 比如說如果是抑鬱的人 可能它們會在睡眠方面出現一些問題 嗯嗯嗯嗯 可能呢 比較多人是睡不著 是 但是當然 其實有些是會倒轉的 倒轉就是睡很多都有 哦 在胃口方面可能會有一些影響 嗯嗯嗯 有些人就是吃不下東西 嗯 但是也有些倒轉 它會吃很多東西 嗯嗯嗯 還有呢 有時它們會出現一些身體上面 解釋不到的一些不舒服 是 比如說它們可能經常都頭痛 頭暈 心口吞著 經常都好像呼吸不到氣 是 是 覺得呢 好像整天的胃不舒服 是 經常都肚痛 是 有些呢 可能感覺是喉嚨那裡 好像有一塊東西頂住在那裡 哦 塞住在那裡 是 有些時候呢 抑鬱的人會特別多一些 解釋不到的一些痛楚 是 覺得整身都好像很多不同地方 嗯 有這個痛症 嗯嗯嗯嗯 那這個是在說一些身體方面的因素 嗯 的症狀 另外呢 就是在那個 在那個 在那個 心理 就是所謂的 或者是思想方面 是 都會有一些症狀 是 那包括是什麼呢 如果抑鬱的人呢 第一 可能他那個 專注的能力 記憶力那些會有一個影響 是 所以他難一點專心 好像沒有什麼記性 那思考的能力 都下降了 是 可能呢 他覺得很難去做一些決定 嗯嗯嗯嗯 那另外呢 就是在那個思想的內容方面呢 都會傾向比較負面一些的 嗯嗯嗯 可能他們呢會覺得 就是 就是 擱窄自己啊 覺得自己不好啊 覺得沒有用啊 嗯嗯 覺得自己沒有自信心啊等等 嗯嗯嗯嗯 有一些呢呢 甚至會出現一些不想做人 自殺的一些想法 是 是 那最後呢 在那個行為方面 是 其實 其實 抑鬱的人呢 可能他會對一些大部分 他喜歡做的事情呢 嗯 都是失去興趣的 可能他會覺得 很多事情都沒有動力 嗯 不想見人 嗯 還有就是整天都很累 是 累到呢 其實明明都沒有做過些什麼 都覺得很累 還有呢 就是這個累呢 是休息完之後呢 都不是很大進步的 都是一樣覺得這麼累的 嗯嗯 那這個 都可以是屬於一個身體上面的症狀 那剛才說的就是一些叫做抑鬱上癮的症狀 嗯 另外就是講一些焦慮 焦慮呢 其實就是 很多時候就是 我講我們是很害怕 或者是擔心一些不好的事情會發生 是 那在心理上呢 就是說 可能我們經常怕 就是說 可能有一些 一些不幸的事情發生 我們怕有一些 就是不好的事情發生 有些危險啊 災難等等 嗯嗯嗯 那如果在生理上面呢 其實因為怕這件事呢 是令到我們身體 有一些的神經系統呢 是活躍了 嗯 因為我們覺得是有威脅了 於是呢 我們神經系統呢 其中一部分會活躍了 於是可能產生很多的一些 身體的症狀 嗯嗯嗯 其實常見的症狀呢 包括是頭暈啊 頭痛啊 作呕作悶啊 腸胃不舒服啊 心跳啊 手振啊 是 有些會覺得發冷發熱啊 等等的 是 其實我們身體 可以說是由頭到腳 是 有很多不同的症狀 其實都有機會 是可以由焦慮這個狀態引起的 哦 那就是那些考試 又說之前呢 要去洗手間 又會肚痛的 其實都是一個 精神的一個狀態 有壓力出現的一個反應來的 壓力呢 其實的確是令到我們可以產生 其中一個就是剛才 就是我們那些叫焦慮的反應 是 但是當然 如果你說考試前 緊張的時候 肚痛去洗手間呢 這個可能很多人都試過 是啊 那不代表它是有焦慮症的 是 因為焦慮本身呢 其實它是一個 或者壓力本身導致的 可能只是一個反應 嗯嗯嗯嗯嗯 可能在那個 那一刻呢 是一個 只是一個正常的反應 但是當然 我們如果說到焦慮症呢 就是 如果 它面對一些事情 其實它 是 是 窩度地 是 高估了它的危機 導致它整天都處於一個 很害怕的狀態 是 令到它自己 是覺得有一定的困擾 嗯 或者那些害怕的程度呢 影響到它的日常生活 嗯 那這個呢 我們就要考慮 究竟會不會是一個焦慮症 是 那那個持續性 就可能要半年 是嗎 就是同一件事 就是那個症狀 嗯 其實呢 每一個疾病 那個診斷標準 都可能是有些不同的 是 比如我們剛才提到 就是如果抑鬱症 這樣 抑鬱症的診斷標準 就不需要去到半年的 其實連續兩個星期 如果符合抑鬱症的一些診斷標準 對它造成有困擾 有日常生活的影響 那已經算是一個症 嗯 某些的焦慮症 可能它的診斷標準 需要半年 嗯 所以每個病 都會有些少少不同 是 我見到 剛才說的報導 我見到最盡頭的新聞 就會出現 就是原來它因為某一種情況而自殺 那個位置已經是最臨界點了 是不是 嗯 精神健康疾病和自殺 其實都很有密切的關係 是啊 是啊 那 就是一些比較經典的研究 嗯 其實就是說大概八成至九成 它是自殺身亡的人來說 嗯 它生前呢 曾經是患有一些精神健康疾病 哦 那 所以其實當然 是否百分百 這個不敢說 但是統計上是說八至九成 嗯 所以呢 其實我們 整個公眾健康教育 其實我覺得 嗯 剛才提到 第一是希望多些去了解 嗯 其實多些了解 就是令到我們可以早些 察覺自己 嗯 或者身邊的人 是有一些的 就是一些精神健康疾病的症狀 嗯 早些理解 知道呢 就可以早些去尋求專業的協助 嗯 看看是否真的需要 怎樣去治療 是 永遠 越早醫是越好的 是 就不會令到它惡化 是 我想問 醫生會不會有情緒病 是 有嗎 當然會有 任何一個行業 是 其實都沒有人可以 是 完全避免的 會不會說特別難去診斷 或者去治療 因為他本身可能都已經 懂很多研究的東西 學術的東西 會不會有這個出現呢 是 兩者都有的 是 我想這個不一定是醫生 是 而是說不同行業都是 是 是 有時 他本身有他的醫學的知識 是 是 他的確發覺自己好像有點不妥 這樣 他很樂意尋求協助 有些會是這樣 有些呢 他可能就說 我認識一些東西 是 於是 他反而導轉 令到他 不是很願意去接受治療 是 但是 以我們的觀察 就是說 其實 即使醫護人員 就是 老師 很多不同的專業 其實 他們都是有 機會 幻想 都市情緒病 或者一些 其他的精神健康疾病 其實 任何人都是 不一定是精神健康疾病 血壓高 糖尿病 所以就沒有一定的十足的比例 說 哪些人是會患得多些的 是的 我們香港暫時來說 就沒有一個很 系統性的研究 就是說 究竟哪一個行業 就是患上疾病的機會特別高 明白 這個就未必有 好啊 我們真的知道很多 精神健康的一些訊息 和正確的一些觀念 在這個時候 先去廣告 接下來第四節 慈善一天通的時間